今天我们要介绍的叫做 算是一个比较正式的课程开始了 其实我上周有讲一点点听闻概念 所以回去上周没有听到的清闻 等于今天回去赶快去听一听 我上周讲了些什么东西 今天算是一堂比较低堂开始正式的课 叫做方位辨认,先教各位辨别方位 然后还有听闻基本常识 好,来看一下 首先先送各位一首诗 这首应该各位都有念过 《人生不相见,动如生》 这念有卷舌的 《动如生与伤》 《精细复合系,共词灯竹光》 后面很多,我就不念了 重点是各位有没有看到我这边标出两个字 神跟伤,其实是天上的两个星座 一个就是我们今天晚上如果可以看星星的话 是看得到的就是这个 神,这个神位在猎户座的肩膀 右肩膀,有一颗红色的星星 它真正的中国星名叫做生锈四 参加了参念破音字念生 住宿的宿念破音字念秀 然后一二三四的四 生锈四 猎户座的肩膀这颗星 它是夏天的星座 天蝎座的心脏 这颗星 中国星名叫做心脏的心 秀一样是住宿的宿念破音字 心秀二 猎户座的生锈四 跟天蝎座的心秀二 天蝎座的心脏也是一颗红色的星星 猎户座的肩膀也是一个红色的星星 在天上相聚将近一百八十度 哪一颗星星要从东边升起了 另外一颗星星又从西边要落下了 两颗星星很难见到面 所以当时呢 杜甫他这首诗 正为八楚诗 就给他的好朋友 讲说人生不相见 我们平常很难见到面 就好像猎户座的神秀四 以及天蝎座的心秀二 两个很难在天上见到面 精细复合系 今天是什么样的晚上 有这样的缘分 让我们可以供此灯烛光 可以在同一个烛光底下 互相聊天 其实就有点反映我们现在课堂了 我们通常过去各位 从来没有修过我的课 好 我们都不太相见 对不对 就很像这两颗星一样 今天是什么样的例子 可以让我们可以在同一个教室的灯光底下 一起来学习 可以吗 主要送这个 然后也带出了两个星星 好 好来 我们首先来做方位辨认 我慢慢来咯 有足以有一些问题 会问各位咯 好 我们通常要 我们认识星空最主要的目的是要做方位辨认 请问要找到谁 可以找到方位 这很简单的问题 很简单 我们要找到谁 我就可以确定那个方位了 好来说 答对了 你看 就这样就这样 不错不错 不用鼓掌了 因为到时候一大堆人会有很多 因为鼓掌不完 不错 就找到北极星就可以认识北方 我举个例子 你如果找到北极星在这个方向 那你可以面对这个方向开始 然后 顺时针转 转90度 东方 转90度 南方 转90度 西方 再转90度回到北方 所以找到北极星 但是请确定一下 北极星不是天上最亮的星星 因为常常我们看到 男生为了要展现他很厉害的一面 露着女生 然后指着天上 你看 那颗最亮的星星 就是北极星 我们走到旁边 听到的时候 我们要等着 那个知识正确的 我就跟他讲说 抱歉 你讲错了 那颗不是北极星 那颗才是 所以大家听闻基本常识 就在这个课慢慢建立起来 北极星不是最亮的星星 以至于他不好认 我们要透过 基本上现在的认法 会透过两个 某一个可能是星座 也有可能不是星座 一个形状去认识他 去找到他 去找到他 有没有人可以知道 来 只要讲出一个我就加两分 我们要靠谁去找到北极星 好 你要回答吗 好来 那个斗标 你要讲清楚确定名词 北斗七星你答对了 OK 北斗七星它不是星座 它只是星座的一部分而已 北斗七星找到北极星 好OK 还有没有人有别的答案 还有吗 还有谁可以找到北极星 没有人要 没有人要讲 我都给各位 稍微给各位一点时间 你真的是 可以滑手机查一下 因为你花了功夫 就像以前查字典一样 你花了时间去翻字典 找到了那个字之后 你可能开始 就会慢慢对那个字有印象 OK 那等一下我顺便也讲一下 加分的话 请在下课 你要记住你回答了什么东西 然后来跟我讲 我再把你登记下来 来 还有没有哪一个星座 来 大熊座 大熊座不是 北斗七星就在大熊座里头 我们是靠北斗七星找 先后座答对了 好 OK 不错很好 就是这两个答案 但是还有第三个答案 只是我们下 我们冬季星空还没介绍 来 北极星是二等星 什么叫二等星呢 今天会介绍到星星的亮度 它会用数字去区分 二等星 二等星 我跟各位讲 二等星 在我们台北市的这种光害底下 勉强看到的极限 OK 那数字越大 亮度越暗 所以如果一旦到三等 台北市可能就看不太到 何况更四等五等六等 但是低的呢 也有一等星 零等星 负一负二负三都有 OK 好 只要数字越小的 小到负的越大的 那就越亮 像太阳 太阳大概负二十六点多等 满月的月亮大概负十二点多等 OK 你看太阳负二十六点多等 已经刺眼到 我都看不 没办法一直看它了 OK 好 所以星等是这样的 今天会慢慢介绍 所以呢 春夏的时候 会用大雄做的北斗奇星 去找北极星 OK 但是因为北斗奇星是绕着北极星在转 在我们地球上看天空 北斗奇星绕着北极星在转 所以它有时候会绕到接近地平的 我们会找不到 我们就要换另外一个就上来了 另外一个是五颗星的 叫做先后座 可以来找到它 好 来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就不用抢答 来 我现在这个黄色框框里面 可以先帮我把灯都关掉一下吗 来 那个靠灯光的 帮我们都关掉一下 好 虽然还是有关 还帮我关一下 还是有关 虽然我们在下午时间上课 来 有没有人 不 我们先这样子 一起 好不好 你可以跟我讲一下 北斗奇星在画面上的上面下面 左边右边还是中间 好 有人说中间 还有没有别的答案 没有别的答案 正确答案在右边 1234 来 我弄 右标 1234567 是这七颗 这 你会觉得这也像北斗奇星 1234567 也像北斗奇星 但是它是小熊座 怎么区分 第一个 北斗奇星比较亮 几乎七颗 大多数都看得到 小熊座 亮的主要是三颗比较亮 OK 然后还有一个 你把它想像 我们都说像北斗奇星 像一个勺子一样 那你就想 这个勺子装水在这里 你要好像把它放在地平面上 把它放在地上 这个勺子往上翘的 是小熊座 那你看 这个也像一个勺子 那我说勺子这边是装水的 假设我要把它放在地上 你想像这边有没有地平面 这个勺子是往下弯的 有没有稍微往下弯 一个是往上弯的 可以吗 往下弯的是北斗奇星 往上弯的是小熊座 OK 来帮我把后面的灯打开来 好 现在又一个开放性问题要问 有没有人可以帮我讲出 北斗奇星这七颗星的名字 谁讲得出来 来这样子好了 讲一个我加一分好不好 来有没有谁至少你记得的一个 你赶快把它讲出来 我就加一分 但是如果七个全部都是一个人讲的 我就加个三分就好 不要加一下就把那个人全部加七分 那太多了吧 好 有谁要讲的 好 来来 你先 你要讲 你要讲几个 你要讲两个 两个 来 我说中国新名 中国新名 好 来你 天书 好天书你讲一个 好那就先给你讲 好来 我们都平均分好了 来后面这位 天玄 天玄再来 好换你 你犹豫了 我 来 天玄 天玄 好来 天书天玄跟天玄已经被人讲过了 好 那来我稍微点一下刚才可能没举手过的 因为现在很多人举手 我觉得 好来 靠窗户那位 开阳 开阳 好已经四个了 来靠这边 瑶光 好五位了 来最后面 玉衡 六个了 还有一个还没讲 来 那 红色衣服这位女生 天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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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再问 我很多问题要问 在座有没有人喜欢看金庸小说的 都没有 那机会就均等 hoo 我就那个来问 在金庸小说里面 有一个教派 他曾经把北斗骑行 当成他的一个正式 崇阳是一个人民 王崇阳 是哪一个教派 但是你已经方向对了 来后面 全真教答对了 全真教他把这个北斗骑行 当成他一个正式 请问那个正式的名字 叫什么 当时有全真妻子 他就是站在这个位置 但是他那个正式总是 就像有那个乾坤大摩仪 九阴真金 九阳真金 那全真妻子排这个北斗骑行 这个正式 他正确名称叫什么正 七星北斗针 七星北斗针 不对 再来 后面 天刚北斗针 答对了 天刚 刚怎么写 上面一个四 下面一个正 可以吗 天刚北斗针 再来问 请问是出现在哪一本书里面 那个金庸很多书 最主要是出现在哪一本 神条侠 神条侠侠侣答对了 OK 不错 各位 等一下 有加分的都要记住你到底回答什么 你是回答什么 到时候我加分我才会有印象你 没有 不能跟我讲说我答对一题 我都是下课统一登记 全真教 在神雕侠侣里面 当时那个大侠郭靖 带着杨过 上到这个全真教那个地方去 因为他把杨过送给全真教的人来教 结果呢 当时讲到一件事情很气愤 郭靖就对一个石头 啪一啪 把那个石头打碎了 结果全真教里面有几个小罗罗 看到了以为是蒙古的人来了 赶快就跑到跑为全真教 赶快叫大家 一大堆人摆了这个天罡北斗阵 来对付郭靖 结果没想到郭靖 踩在一个位置之后 踩在一颗星的位置之后 居然制住了天罡北斗阵 你们知道他踩到哪个位置吗 他踩到的位置不是这七颗星 他踩到的位置就是 北极星的位置 这一个 北极星的中国星名 请看一下这里 请要记住 叫郭成仪 这什么名字啊 好难记哦 OK 请记住我标黄色的字 通常是很重要的 好吗 你标北极星 北极星他叫什么名字 我就叫北极星就好了 我跟各位讲 北极星会换人座 北极星不是永远是他哦 跟各位讲一下 孔子时代的北极星 两千多年前是他 他叫做皇帝的帝 这一颗 孔子时代的北极星是他哦 所以在论语当中 讲到了一句话叫做 为正以德 譬如北成 北成的意思就是北极星 为正以德 就是你施政的时候 用德性来施政 譬如北成就好像北极星一样 有没有人知道 接下来下一句是什么 谁可以念得出来 我们台北这边不是都是 大多数是文法商的吗 我听到有谁 谁谁 有一个女生念出来是你 来 居其所而众心拱之 你是 等一下 你是台湾的学生吗 怎么发音怪怪的 是 众心拱之吗 拱啦 有一个手提篇 居其所而众心拱之 孔子时代说 皇帝呢 如果施政是用德性在施政的时候 那他就很像北极星一样 他可以不要管太多事情 因为他用德性在施政 他只要做好他的位子 所有的星星 就很像一般的百姓一样 会围绕着你打转 做他该做的事情 你不用一个一个去一直在监督 你只要用德性在施政 人民就像这些星星一样 让你居其所 而其他的人民就像星星一样 众心拱之 以你马首是瞻 是这样子的 所以孔子时代的北极星是他 但是我再跟各位讲 埃及时代四千多年前的北极星是 他 所以在换人座 为什么要换人座 其实都跟地球的自然是有很大的关系 我们晚一点会再讲到 OK 孔子时代的北极星是他 他的地 等一下他后面底下有个亮亮 也算不暗的星星 他的名字中文姓名叫做太子 太子是谁 太子是将来要接皇位的人 对不对 中国的星明 中国天上的星星的名字 居然是用这种名字 刚才有同学在讲说 天书叫做大雄座的阿法星 大雄座的贝塔星 这是我先跟各位讲 在台湾认星座的做法 星座会用西洋的名称 就像大雄座 有小雄座 但是呢 那个星星的名字 我们会用中国的古星名 我们通常不会讲阿法贝塔干嘛 OK 我们都会用中国星名 OK 不管连大陆那边讲法也是一样 香港那边的讲法也是一样 所以记住 这边有个太子 这不就感觉天上 好像把一些封建制度时代的这些 职称 对应到天上去了吗 还不止哦 再给各位看一下 看各位眼力好不好 上面还有一颗 皇帝上面有一颗 有没有看到 这边有一颗 有没有 它叫树子 什么是树子 树子就是皇帝的儿子 但是不是要接皇位的 其他儿子都叫树子 还不止哦 眼力再好一点 上面还有一颗 这一个 有没有看到 叫做后宫 甄嬛传 没有甄嬛传 只有后宫而已 你看 居然都跟皇帝有关系 我先跟各位讲 不止这边而已 这个北极星 这一整个天区 上面的这些东西 都跟皇帝很有关系 这边都是官名 官位的名称 那你可能就很好奇 那这样勾成一是谁 你以后遇到星星的名字 后面有1234的 你先暂时把它拿掉 因为它是这样子 你后面没有1234的 代表一颗星 就是中国的一个星座 但是有1234的 就是那几颗星 是一个星座 你看哦 它是这样子 勾成一 勾成二 勾成三 勾成四 勾成五 勾成六 它是这样子 整个勾成 算一个星座 好那勾成是谁啊 我刚才讲过说 这边都跟皇帝 有很大的关系 那勾成到底是谁啊 帮我再开 你帮我开下面那个灯 谢谢 那勾成是谁 现在来讲故事 那在故事当中 也有一些问题会问 来首先 皇帝每天晚上 都要做一件事情 不是我们一般人在做的 每天晚上都要做 什么事情 通常女生答的 我通常在很多地方讲 女生都比较打得出来 我也在饭店讲过 饭店讲了 然后 我居然曾经碰过 有小六的女生 居然还打得出来 来 谁要回答的 皇帝每天晚上都要做一件事情 好来说 答对了 你看果然是女生比较会打 皇帝每天晚上要翻牌 干嘛 后宫加厉三千 他一个晚上也只能 只能对一个女生而已 所以他就要靠翻牌 那请问端翻牌的人是谁 是谁 谁要回答 举手 端着那个翻牌的是谁 大家都客气 端着盘子就是太监 所以皇帝通常就是在这个 在他端盘子这边翻牌 翻到谁就是跟谁 那天晚上就跟谁睡 对不对 但是呢 你们觉得这样公平吗 其实这是非常有弊病的 为什么呢 今天如果这个太监 想他知道皇帝的喜好 我如果能够稍微提示一下皇帝 让他能够翻到他喜欢的妃子 他会赏识给我 然后货宫加厉三千 都要去贿赂这个太监 希望他可以帮我做个记号 提醒这个皇帝去翻这个 但是我先问你 你觉得很奇怪 皇帝的权力这么高大 为什么他不能指定他想要的妃子 我跟各位讲是不行的 因为历史上有一个很 很 历史上有一个很知名的一个例子 来各位来猜猜看 先来猜猜看他的成语 然后再来猜猜看 是哪一个皇帝 因为有一个皇帝曾经在小时候呢 非常喜欢一个女的 然后就跟他讲说 他当时还不是皇帝 但是非常喜欢一个女的 他就跟他讲说 哇等你长大之后 我要建一个黄金屋 把你养在里头 来 成语是什么 答对了 好 那请问金屋藏交的那个皇帝是谁 有没有人要回答 杨玉环吧 杨日环 杨玉环 杨玉环不是 杨玉环是那个 你是说那个杨贵妃 不是不是杨贵妃的 杨贵妃有叫娇吗 金屋藏 来先你看 哈 汉武帝答对了 汉武帝他当时就宠爱那个女生 叫做陈阿娇 然后长大了之后 他当皇帝的时候 真的把陈阿娇 列为皇后哦 可是 这个陈阿娇 没有帮他生任何小孩 皇帝如果没有小孩的话 那就太危险了 因为等到皇帝一旦过世之后 所有的其他的他的家族都想要来当皇帝 全那个全国就大乱了 所以不行了 所以后来很早就开始规定 皇帝没有这个资格说 我想跟谁睡就跟谁睡 他必须通过翻牌 可是我们刚才讲过翻牌 他不太公平 所以你知道吗 汉朝其实中间有一段时间 也察觉这个不公平 所以有规定 端盘子太监在这边端 皇帝不可以在这边翻牌 他必须要站得远远 站得远远怎么翻牌 你不能想说 逼几排第几个 那一样他可以作弊 当时规定皇帝 要拿一根长长的吊杆 长长吊杆一定很长啊 那开始那边晃 晃来晃去 不小心勾到 勾起一个 好勾起一个 端盘子太监 就从那个勾的 拿起 把这个牌子拿下来 然后呈给皇上 皇上你先去跟他睡了 那请问勾成是谁 不要突然给我回答说 勾成是那个吊杆 不是 勾成就是端盘子的太监 了解吗 所以勾成 他也是皇帝身边的人 他负责端盘子 给皇帝翻牌的 那个主要的职位 就叫勾成 但是呢 我刚才不是讲过一句话吗 孔子说 为政已得 譬如北城 居其所而众心拱之 孔子时代 我们所有的行星都绕着皇帝打转 我们现在这个时代 所有的行星都绕着 太监打转 这个太监是谁 我没有暗示任何人 你们自己去想象 OK OK 好 那我们现在已经知道 勾成一在了 就是现在的北极星 怎么去找北极星呢 北斗七星 前面两颗 第二颗 往第一颗 这个方向 这个长度 开始从这里 一二三四五 延伸五倍长 可以找到北极星 可以吗 这就是一个第一种找法 然后呢 那各位有没有看到 这不要抢答 那有没有看到 刚才说还可以找先后座来找北极星的 那我说刚才有讲过五颗星 有点像W或者是麦当劳的那个M 在哪里 有看到吗 左侧 有没有看到 一二三四五 有没有看到 等一下 我好像我通影片是先做哪个 我先做这个还是先 我看一下 先坐这里 讲完再 因为这边等一下还有故事 要跟各位讲 那五颗星 就是先后座 分别叫 王梁一 王梁四 格道二 格道三 那中间叫侧 这什么东西啊 王梁一 其实它这样 王梁一 王梁二 王梁三 王梁四 OK 那这边 格道一 格道二 格道三 然后格道四 它是这样子 然后 这是什么东西啊 这名字好难记哦 一样把数字先去掉 王梁是谁 王梁是中国古代很会驾马车的人 格道是马车走的道路 那你要让马车走之前 一定要先测一下嘛 所以今天皇帝要出行的时候 一定要有一个很会驾马车的人 驾着马车走马车该走的道路 然后马车要走之前要测一下 OK 所以这附近都是跟皇帝有关的 好 那这五颗星怎么找北极星呢 来看哦 王梁一 往王梁四的方向延伸 怎么往后了 没关系 再仔细看哦 格道二 往格道三的方向延伸 会交到一个虚拟的焦点 再从虚拟的焦点 朝着侧 这颗星 一样长度 这个方向 从这里开始算 一样是五倍 可以找到北极星 可以吗 先后座找比较辛苦一点 五颗星都要用到 那那个北斗七星 前面两颗 就可以找得到了 OK 好 那我再跟各位讲 以后如果你真的可以再扑